謝謝 我們現在 基本上你如果 沒聽過我的課 你一定是第一次來上 剛剛舉手的 有上初級班的請舉手 沒上過的請舉手 好 現在你先來上 沒有上初級班 先來上高級班的 你有一個狀況 因為你基礎還沒打好 基礎就是這樣 那初級班的時候就最主要 基本的概念 高級班是直接入沈殘的 所以 比較深的法例 你可能就要 首先你要有一個基礎 為何 新台灣論的本書 你一定要買來看 沒那麼一樣的課 內容很深的部分 你會聽不懂 好 今天來課程進行 補整時間 因為我剛課到9點 所以基本上 大家要報個機會 今天的題目叫做 法理智障 為什麼叫法理智障 這條路 是為它保障 各位 在做動心 包括我們的 小小小小 在天空的土地面頂 我們 記得土地是天空的 人的也是天空的 你剛才來上初級班 沒上的 你上高級班 聽我說的 你會聽不懂 為什麼 因為你上高級班 初級班你就不知道 因為初級班 我會來介紹 旁邊那兩百度 大家又聽兩次 因為今天有高級班 上的動心 沒上初級班 來看旁邊 我們這兩百度 我們又學習一次 我們看到 如果認識那張 那張是代表什麼 所有款的代表 代表什麼 日本天空 台灣 平和 南海 包括整個 日本國 本來 日本地國 土地的部分 所有款 不便 所謂 日本天空 所以這百度 每個 酒的酒 辦公室 跟本的辦公室 都有 這百度 它旁邊的 才兩日 日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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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我們看 紅色 菜色的部分 較豐富 那百度 什麼意思 關於款的代表 就是 主要的 鑑鑽 餘養武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當中 是唯一 主要武力 證獲 第二本地國 給日本天空 昭和天皇 陛下 向盟軍 就是向美國總統 導航 所以 燃燒下來 從杜魯門燃燒 到 來 艾森 甚至上京的 克林頓 小布希 甚至現在 歐巴馬 承這個 代表 我剛才說的 這個代表是 人的法人 各位 在座董 你們聽過法人嗎 財團法人 法人是什麼意思 你這個名稱 這個職務 不管誰做 你這個職務所 付的管理 和義務 和職業 就是屬於這個職務 不是屬於個人 譬如說 有人請給你 董 但是董的 白目 會啊 你是不是會團 給你的學生 對不對 這間公司 你成立 你一手打起來 公司的基礎 你會團 給你的學生 那學生跟你什麼團 相同 天風 代代 相團 所以我們一開始 每一桌 高級班而已好 初級班而已好 頭一桌 都會 台灣民政府代表哥 再來什麼 軍資代 例如說基礎 我們要 奉上 日本國 國歌 有原因的 台灣民政府代表歌 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是 軍事占領的階段 我們是UB占領的移民 所造成的什麼 台灣民政府 專名 學習一次 我說清楚 大家要注意聽喔 台灣民政府的 詳細的名稱 叫做 台灣列島 美國 民政府 所以相對什麼 台灣列島 美國 軍政府 所以 一個 軍事占領的民政府 兩個單位 一個是軍政府 一個是民政府 一個是民政府 所以這個 基本概念 你一定要記得 經濟什麼 經濟 國際建政法 升任 民政府時升任 日空空八年 二月二號 所以 到目前幾年 大家算看看 你就知道 所以經濟國際建政法 這個法例基礎 法例基礎 所以 我們只要按照法例 來走的 包括台灣民政委 主長和立長 大家記得 你記得要去複習 我們在哪裡看到 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你就已經在點 主張和立場 點開之後 你會記得 這個主張和立場 你一定要記在頭部 底下 我們去上升和當中 你要怎麼 六十 我們跟我們的討論 討論到 台灣的國際地位 要怎麼政政法 的時候 為他的一段路 就是按照 國際法例 我們不能說 我 氣氛黏黏的 像那些政治 台灣說的 發發肥的 都是情緒 感情 用民族情感 去串聯起來 那些 那些是不正當的 我們要 每一個我們就知道 什麼事情 最后 都要靠法例 都要靠法例 人家跟人家 有情依 最后 一定會去發言 對不對 是不是 發言都會去告 比如說兩個人 都要玩 燒炮 炮到頭部 火爐 那些黏黏 他燒他的房子 他唱他的東西 他會炮到 有結果嗎 沒有結果 最后 要靠法例 發言 發言 要靠法例 來改靠 公平和正義 世界所有的人 事情和事物 最后就是要靠 發言 來實現 公平和正義 所以我們 大家要靠 就是要靠法例來做 讓媽 情緒語言 我們說 我現在 開始 進入 台灣民政務的運作 我們就開始說 看 外面 台灣 地理統教的警察 要跟他黑黑 因為我是台灣民政務 你不可以管我 不可以 大家要記 現在外面所看的警察 警察 聽起來 台灣治理當局 他是在執法 就是 美國 總統的美國國務院 受款AIT 他雖然是民間組織 但是他有 權 有授權給台灣治理當局 來管轄誰 本土的台灣 你只要住在台灣 這片土地面上 people 紅台灣 也不論了 台灣關係法裡面 最痛 台灣關係法 最痛 25條 AIT的網站 你一定要寫起來 我相信 你第一次來 你會聽我很清新的 為什麼不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他這個名稱 在1949年的十月份 已經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台 你知道嗎 1949年的 10月1號 就是12月初開始 正式運作什麼 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 在對 台北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在台北 所以中華台北 名稱 什麼中華台北 不是喔 我們要用英語去瞭解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在台北 對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他這個運作模式到時候 美國就一直以後 因為是同盟國的關係 所以 台灣關係法 裡面15條 最痛的 一個時間點 1979年 一月以後之前 美國生贏為中華民國的 台灣 地理統局 我用法律說 在座有聽不懂台語的聲音手 都聽不懂 啊 台語聽不懂 不要啦 不要這樣啦 我們台語要怎麼 要學 我再說一次 你要聽中文的嗎 我念中文一次給你聽 你回到這裡雜訊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1979年1月1日之後 台灣治理當局正式運作 那中華民國呢 沒有了 沒有中華民國 有沒有中華民國 沒有了 1979年1月1日以後 沒有了 所以在哪裡 台灣關係法第15條 寫得很清楚 所以現在這台面上在講中華民國 我們是中華民國 你要笑一笑 為什麼 他在說謊 他本質就叫台灣 台灣治理當局 本質就是台灣治理當局 英文什麼 台灣authority 他講中華民國讓他講 為什麼 那是他的主張 實際上是不是中華民國 no 台灣民政府支持什麼 一個中國 記得喔 台灣民政府支持一個中國 因為中國跟台灣有關係嗎 空間哪 要注意 我剛才有說過 台灣的所有權 是什麼 日本天宏 什麼樣的 美國總統 所以台灣民政委的主張 他在立場第一點就有寫 所以你待會兒把媽媽看 都說 台灣民政委主張兩點 立場兩點 你把它背起來 隨時拿錢給自己 要去抗議嗎 不需要 發力就是發力 為什麼要抗議 白紙黑衣 寫得清楚 你去抗議 你不跟那些小孩一樣 爸爸媽媽就跟你說 肚子痛 生病了 躺床上 你就要常常娃娃叫 爸爸我要出去玩 生病就好好休息 不要亂跑 病就會很快 發力也一樣 你叫發力來做 發力至上 不要跟台灣治理當局 直接對抗 你要記住講師 跟你講的這句話 發力至上 不要跟台灣治理當局 直接對抗 你要嚇死 寫下來 你沒有寫下來 很快你會忘記 然後在網路上 跟隨著台獨 甚至統獨 這些觀念 你又到處亂跑了 台灣民政委 跟這些有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要解開 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以前 我們讀的這70年來 殖民教材 它叫做中國殖民教材 為什麼 為了方便管理 日本台灣本來就是被占領地 被被僵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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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僵的人 我們本身就沒有地位了 我們就像死人 我們就死人了 我們要去作兵嗎 不免 要作兵 阿富汗 或伊拉克跟美國戰爭 阿富汗跟伊拉克的人 不是都去做美軍 只要他們的官僚不 捷餐自地20297号去 阿富汗的人和伊拉克的人 不都要集體規劃为美国国民 可以吗 不可以 你要够够两点 第一次来上课 二千里是上课去办的东西 头上拿手的 请你一定要去 上课去那次 你也要再试一次 有两点 重点 第一 占领不宜专注款 占领不宜专主权 先生 你听不懂台语对不对 有没有写下来 没有 你等一下会忘记 你会变成占领不宜专主权 占领会变成什么 占领不得就地 好吧 为什么 你两个 男主婿 你一定要写一招 我给你摳放 你现在拿招和拔 把它写起 你明明过来明过来 你趁着去回家 跟床变车去公立 两个男主婿 你会两个混在一起 你没做比较 你要写下来 占领不宜专主权 你不要来这里上一上 回去 好像没有 有要写下来 有没有带笔跟纸 来童心 旁边的童心 借他纸跟笔 给他写一下 来上课要写笔记 你会忘记 你不要上一上 我是来这边听一听 你还要吓一吓起来 占领不宜专主权 第二个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建户不得就地合法 这两点你要把它写下来 来进入本题 有没有感觉 我刚才跟各位说的 主党一直在党 你一定要记得好 以具国势法律 给台湾国势地位政策划 日本天皇保佑 保佑什么 台湾的什么 来念出来 保佑 保佑 再来 美国总统 握有什么 占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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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国总统有责任 巡旺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里面有没有中国啊 有没有中华民国 虽然没有 但是他如果说 请你的小孩子 你的小朋友 甚至年轻人 征兵令来 叫你去做兵 你要去做吗 啊 大哥 你不要犹豪 我刚才说的 你没记住了 这四语是什么 我刚才有跟你说 你有信吗 不要跟台湾治理当局 直接对抗 有没有写下来 马上忘记 我马上就严肃了 有没有 你没有写笔记 马上就忘记 有没有 我才换页而已 马上就忘记 要不要写笔记啊 绝对要去 我们的DNA 白保俗的 白保的 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今天说的 明天知道 哎 青菜啦 都这样 要怎么照发力 发力就是你要记起来 随时你诺心 记在头部里面 连做民望 你就要说 这样发力入心 你这样做 你就变发力的大人 老公这样有引动 OK 你要给 要下起来 叫你做兵 叫你立税 你就去立税 去做兵 不要跟台湾治理当局 直接对抗 了解吗 好 来 所以我想一下 立税 不需要 保护 向务力 促进各种方法 输入 无法兵 继续在台湾 尖 各位 什么叫做各种方法 简单两意的改冠 法力 所有各种的方法 都要用法力 你不能说 你看立税 促使各种方法 所以 头前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所以我 暴力武力都不要 我用阴险的 中国人像针簧钻那样 用阴险的 可以吗 不可以 大家要注意 很多人这个 部分 都五次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战里 用什么方法 法力 这是两点在这里 法力至上 这两百度 以上 跟美兆 台湾偏 台湾是日本天皇的 你不要说日本政府 上第一次上课 是上高级班的同心 你不要讲 台湾是日本政府的 这间 我先说 因为你还要外头放的 头部的比较浓 来 你不要说台湾是这两个五个的 这是什么 台湾是后面这个 你看这个宫殿 日本天皇就住在里面 这般叫做 二重桥 地点在哪里 日本东京的皇居 你就要叫穿车 地点在里面 台湾民政府 旁边这四个 旗子 我再说一次 不要再说不对 来 看中 美国国旗 记好 美国军事占领旗 再来什么 日本国旗 旁边那个 台湾民政府旗 要不然台湾民政府代表旗 但是请你不要讲台湾民政府国旗 No 你运用名词讲错了 为什么 认识不清 那边的旗叫做台湾民政府旗 要不然台湾民政府代表旗 这个可不可以讲 美军国旗 我听到很多 有些童心 他自己讲 这个是美军国旗 他那个名词 在下的时候 你要先思考一下 要怎么定义 这是美国军事政府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旗 你知道吗 不要讲国旗 看到旗子 好兴奋 我就要讲国旗 不要 我们要用正确名称 法律位阶 初级班一定还没上 我留在这边 来 法律位阶 法理事上有分阶层 自然法 自然法就是 大自然运行的法则 叫做自然法 由自然法衍生 成为各国共同遵守的法 叫做万国公法 就是万国公法 才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 这句话请你写下来 万国公法 才是国际法的最高拘束 所以很多人在说国制法 国制法 你就会怎么问 请问 国制法里面 你有了解一个 叫做万国公法吗 什么叫战争法 战争法是在国际法里面 所以你触犯了战争罪 就是国际法里面 里面的战争罪 很明显 今天是什么日子 几月几日 十月二十五日 什么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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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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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们读到的课程 叫做台湾光复节 是打这样课本的牙手 过去 牙手 来我看看 牙手没关系 手不算 放下 就是这样 这是中华民国 当局 在国制法里面 所触犯的 第一条的战争罪 1945年 10月25日 在战争法里面 叫做 交战国军事占领日 中华民国当局 却在那一天 把它宣布为 台湾光复节 这是触犯了 国际法的战争罪 第一条 第二条 1946年1月12日 将所有日本台湾人的国籍 集体 规划为中华民国 这也是国际法里面的战争罪 第二条 第三条 在1949年12月起 将日本台湾人的男子 都 什么 征召为他们的阿兵哥 就是征兵 那一天征兵 12月开始 开始征兵了 这是第三条战争罪 第四个 将所有日本台湾的国产 跟土地 占 就是 变成中国国民党的党产 跟私产 这第四条 这一整罪 你有记起来吗 快写起来 没有写 你等一下可以跟同情 你怎么后边都很认真那一战 这四条很明显的战争罪 很严重 你说海山 跟彬亚登 跟格达沸 他犯了战争罪之后 跟ISIS的首领 来 还没做笔记我问你 我刚刚讲这四个人 还活着吗 有没有活着 为什么没有活着 他就是触犯国际法的战争罪 人可不可以说 因为不信他的伊斯兰 不信他的伊斯兰教 然后整排在那边 然后头一个一个把他切下来 可不可以 那请问一下 跪在这里犯什么罪 为什么把他头切下来 这就是最严重的战争罪 其中一个 伊斯兰他不能说 因为宗教不一样 你就把人全部抓起来杀掉 那是不行的 万国公法里面 自然法衍生出来的 这大家一定要记得 再来 由万国公法 当作基础 签订的国际条约 还是要以万国公法做基础 包括国际战争法 一样 各国的宪法 位阶在国际条约之下 所以美国宪法 可不可以违背 旧金商和平条约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旧金商和平条约 可不可以违背 万国公法 一样 这观念要记清楚 好 那我想到了 像开罗宣言 波斯坦宣言 是不是宪法 是不是宪法 波斯坦宣言和开罗宣言 是不是宪法 是不是宪 宪 宪言是不是宪法 是不是 认为是的请举手 不是的请举手 每个都要举手 每个都要举手 我再问一次 认为宪言是宪法的请举手 不是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这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会不知道 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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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宪法 别拆偶一 分得出来吗 分得出来吗 很简单的问题 不要把它想复杂化的 宪言不是宪法 这人 人家说 看这棟 咬他咬他 这棟处是我的 实际上是吗 来 所有权状我看一下 你吹牛嘛 来所有权状拿给我看 当场就破坑啊 开楼宣也是啊 中英美三个 在开楼开一开 所有权都没有在他手上 然后就说 台湾要归还给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实际上我没有拿到 什么叫所有权 马关条约 下关条约 它上面就写一个甲方跟乙方 大日本帝国 大清帝国大皇帝 与大清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 所签订的合约 叫做下关条约 Treaty of Simunoseki 下关条约 在这边 日本的下关 名字就是 Simunoseki 中国人他翻马关 那是他的事 国际的 共通的 名字 他那个地方就叫下关 OK 但他国际 我们以国际关的方式来 论一切的法 我们都用 我们全世界好像 全世界好像 跟中国那个地方 我们才会卖的 不通 就像米帝都这样 把你收拾 好像全世界都没了 甚至中国可以去 不要 打开你的 眼睛 眼光 在网络世界 去找你要的 资料 你的眼光才会打开来 知道吗 知道吗 不要把自己收拾到 只要把我们回去 电器切的 就看那几台 去新路面 然后练那些 你知道吗 我有说过有的吗 那叫什么 中国难民在台北是什么 练风话 在练小的 小小的人 一天当然讲 发疯的话 台湾 要跟中国统一 台湾要独立 然后两国 然后一边一国 通通都是他们的主张 在哪里 台北市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跟所有权有没有关系 跟占领权有没有关系 那就好像从封人院出来的人 在外面乱喊一样 笑一笑就好 电视看了 不要生气 不要砸电视 懂吗 你电视看 很想起 李陶宫很高兴 电视看 你是笨蛋 不要 我们看 不敢他准掉 不然电视切掉 我们来看主 看法律的主 我们不敢去看巧说 时间浪费了 然后来这儿听 人家说过多话 我不懂 我不知道 因为我平常都在玩线上游戏 时间浪费了 时间真的很宝贵 一辈子就那几十年的时间 你浪费掉 你就是白跑一趟 你又要来重修了 来 台湾战争史 违顾第一本 毕竹政长有说 毕竹政长有说 我高兴的年轻人 比较勇工的 比较勇心的 我们做的来做什么 战争法 台湾战争史回顾 里面的利用 写得很顺利 尤其是 新台湾战争的衍生版 这都在全部 全部里面的 比如 研究下的 经济国势的 调用 万国共法 和所有这与台湾 有关系的 的法律 全部下在里面 甚至 基于很多 国势政策法的 例子 都在里面 一到 四 一二三四 一共四本 所以 各位同心 你会在一起 有时间 八时间 四分 早上 给它写下来 看一看 来 战争法的内容 看一下 规范 交战国的行为 所以跟今天有关系 交战国 军事 占领日 不要再讲 台湾光复节了 我们有没有发疯 各位在座 有没有发疯 脸稍微 台湾光复节 然后画得很高兴 然后很多傻傻的跟进 台湾光复节 台湾光复节 事实上 它叫做 交战国 军事 占领日 这 开玩笑 规开玩笑 记得 理性要拿出来 看待法律就是理性 没有情绪 没有感情 在18 20年到1830年 拿破仁席卷 欧洲 暂地为王的 观念已经过时 那如何把他 敢离开自己的国家 很简单 因为只要当地成立 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恢复社会良好秩序 征服者 必然自动 离开 有简单吗 你选后 你来选后 你只要 按照 这个政策 先立 民政府 起来 台湾民政府 征服者 早晚就要离开了 因为有战争法的规范 交战国 军事占领 占领区是哪里 台湾澎湖 他名称叫做 独立关税领域 为什么他独立关税领域 因为跟 日本 事实分离 属性 分开 他是独立的关税领域 那 金门马祖 叫做分离 分离 他跟中国是分离 所以 独立分离关税领域 不同地方就这地方 金门跟马祖跟台湾跟平 不同 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 现在唯一两块 属于他们的 土地 台湾澎湖是不是 不是 台湾澎湖 台湾澎湖是谁的 日本天王的 美国军事占领 所以你要记得 台湾的现在国际 地位的情况就是 日本天皇所有 美国军事占领 简短二要就是 美国军事占领 日本天皇的领土 而且这个领土 神圣不可割让 为什么 在1945年的4月1日 经由行宪造书 让 台湾澎湖 正式成为 日本天皇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1922年的2月6日 在华盛顿 裁军协定里面 五国 共同里面 第19条里面就讲了 已经承认 台湾跟澎湖是 日本 的 领土 日本是什么意思 Empereor of Japan 跟现在的 Japan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使用的是 和平宪法 所以大家记得 合约签定之后 和平条约 注意看 和平条约签定之后 进入善意的占领期 这个就是 战争法的 其中的一流程 从宣战 到战争 到 军事占领 到善意的占领期 他要撤军 势必要经过 和平条约 的签定 才可以慢慢进入 来看 开始建立军事政府的 平民治理体系 建立 军事政府的 平民治理体系 注意看 由被占领地 人民所组 什么 平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比尘 第一次民 要成立 民政府 所以兄弟 他的主管是 军事政府 所以台湾民政委 主管单位是哪里 USMG 不是 獨立的 不是想说台湾民政委 后来 就变獨立的 自己的政府 NO 台湾民政委 主管单位就是 美国 军事政府 在哪里 五角大厦 你有沒有记起来 改天人家问你 军事政府在哪里 你说不出来 你会说六角大厦 那没有 因为你没做脾气 你会说五角大厦 在那里 那指挥官是谁 那 有没有看到 美国军事政府 最高指挥官是谁 美国总统 因为明年可能就换人了 不是欧巴马 不要讲欧巴马 美国总统 那台湾的所有权是谁 日本天皇 那我了解吗 这很简化 所以我们的名字 你叫台湾群岛 美国民政府 没有台湾列岛 美国民政府 USMG TCG 这就是大家 来我问一下 各位在座当中 你有新生新闻情的 加拿手 台湾民政府的 晶片身份证 有的请举手 我也有 谢谢 你把它变过来 有晶片那一面 你就会看到这个 USMG TCG 后面有Number 号码 那个号码 谁给的 那个号码谁给的 美国的 国家安全单位给的 那在台湾民政府官网 申请 申办 台湾民政府今天 身份证的 里面有一个点 来 超顺点 官网给大家看 时间很宝贵 教大家怎么上官网 来 我们点一下官网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我们这里都会用的 这是官网 这最新的文章 大家记得要上去看 你要找网站 台湾民政府官网 官方网站 你又打七个字 最保险的 按就会到这里 来看这里 这个 有没有 按这个 台湾民政府身份证 按这个 好 那我们听这个 按下去 这是在2011年12月3月 但是要 旺年卫 放档 是哪一个单位发放的 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首一 头一次发的 身份证是一千份 那一千份的 主板单位是两个 一个是美国军事政府 另外一个 台湾 平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那 我们这次是交由 六个州的州长 来发 但是 一定要本人来联取 这张就是 我们今天要 美国军事政府 占领台湾的 生命证 台湾政府 生命证 这个标志就是 美国军事政府 占领台湾的标志 那这个标志呢 就是台湾民政府 这个所谓 原 那个原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原来是日本的 土地 那么 日本 政府放弃 这个后面有一个 USMGTCE的 Number 这个所有的 台湾的所有人 都 每一个人 Number 都不一样 那个Number 是谁给的 美国给的 美国给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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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的 美国给的 美国哪一个 给的 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 对 那这个红色的 这个身份证字号 是 沿用中华民国的 他们已经有一个系统 美国说 你可以沿用 美国军事政府 有授权台湾民政府 发放这个 国民的 送证吗 是 有 美国军事政府 已经授权台湾民政府 发行台湾 国民生命证 什么时候 统一的 美国军事政府 2011年的8月份 开始通知我们 可以发放 国民生命证 有听清楚吗 有没有听清楚 你现在拿的 新闻情 台湾民政府的 这个台湾政府 晶片身份证 你对它了解多少 所以 要注意 听清楚 那个河马 谁给的 美国 国家 安全单位给的 那前面那个 台湾自己当局的 身份证编号 就是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那个身份证字号 谁给的 美国它说你可以沿用 因为那个是美军 管理 被占领地的人民 的编号 所以第一个 是代表各县市的名称 后面 一代表男生 二代表女生 这样 顺势 按出声 申报顺序 那个叫什么 编号 就是这个TB GAT 什么叫GAT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你申请书 看它GAT 划清测 台湾自己的编号 就是 什么A123456 不是USMG TGG 的话 那个叫 台湾民政府 USMG TGG 的编号 那个是要写另外一个 各位 高级班 初级班 同学 你要记得 你只要上完 初级班 跟高级班 你就可以到你的州 或者是郡 去申请 车牌 你必须要上完 初级班 跟高级班 新台湾独守之后 你还有机会参加什么 峻守考试 你通过考试了 你就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你现在有法理的基础 才能别人 别人给你问法理 你如果不问 就落策了 来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感谢